欧倫市,大麻投資需緊慎,華宇家庭血本無歸 上星期五中午,楊帥楊先生帶著自己的家人朋友 來到欧倫市77階的一個大麻種植倉庫 他們稱自己遭到詐騙,辛苦當年的血汗錢,如今血本無歸 我們今天聯繫了楊先生,了解當中的原因 我已經投了22萬,後來我發現他們是詐騙換的時候 但是我也只能把錢拿回來,然後我跟他們周旋 我把很多證據跟他們說,如果你不把錢給我,我要走法律程序 事件發生在2017年,楊先生在朋友的介紹下 認識了一位從事大麻種植業的人士,大家也稱他為名哥 他聲稱自己在奧倫市有一個合法的大麻種植牆 又說加州大麻合法化之後,生意會非常好 需要資金去擴展這個種植倉庫 於是就邀請楊先生加入投資 楊先生與家人商量之後,一共籌集了22萬,準備投資 那時候他是說把公司的股份10%給我,讓我成為裡面的股東 結果在簽約的當天,他就換了一個合約 而更改的合同顯示,楊先生不會成為股東身份 不過一年之後就可以拿回本金 而四個月之後也可以分到公司利用的10% 最後,楊先生在朋友推波助瀾之下 在2017年的10月11日,簽了這份合約 但是至今,本金拿不回之餘 也拿不到所謂的利潤分紅 所以我心裡也非常內疚,因為如果是我的錢 虧了也就虧了,就是說被人騙了也就被人騙了 但是連我父母的錢,還有我岳父岳母的錢也被人騙了 楊先生從2018年7月開始了最土的日子 由於不是股東的身份 他沒有辦法查閱大麻中藝牆的財務資料 而這個銘哥日以生意差為由,一直拖欠著楊先生 至今陸陸續續地只還了$37,500 而如今,這個銘哥已經聯繫不上 而這個大麻正藝牆也出現了其他狀況 在追討門門之下,楊先生才決定在上週五上門抗議 並去到屋倫警察局報警 而在上週日,又有另一位受害人出現 他和楊先生一起聯合報警 目前,屋倫市警方已經立案調查 今天我們嘗試聯繫這位銘哥 但他的電話一直都沒有人聽 於是我們去到他位於屋倫的倉庫 現場可以看到倉庫門口寫滿了追債的圖鴉 我按了門鈴,等了大概五分鐘 倉庫一直都沒有人開門 到節告為止,還未得到他們的任何回應 根據楊先生的描述 這個銘哥與他的成人 活躍在灣區的為人圈 出席在各種社交活動 而楊先生在追討的過程中 發現有其他的投資者 去到這個大麻倉業場談生意 於是就懷疑 這個銘哥以擴展生意為編局 不斷地尋找更多的投資者入局 是我貪心把我全家引到這個詐騙集團的上面 所以我現在跟我老婆也是處於分居的狀態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就說難聽點搞得我家破人亡 就是說想叫法律給我個說法,給我個公道 現在楊先生希望有更多的受害人可以站出來 聯名將案件報告給地檢署 目前已知的受害人有兩位 涉及的金額共約50萬 天下維持記者,雷健錦報道